我们到台湾国务团台今天做的是台湾竞争力论坛所发布的这份国族民调的一个认同的一个调查 那么我们从李安的事情带大家来看到这个国族认同 其实在做事情上我们说来到政治层面或许觉得这是很重要 那也有人觉得说我要有根的感觉我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说我是哪里人 那么在整个事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个弹性在 那么像李安这么样一个是世界级的一个公认的一个这么优秀的电影工业的从业者的时候 大家会怎么看待它究竟来自何方呢 在台湾出生但是其他源头来自于大陆江西人 但重点它的发光发热却是在美国 没有美国这个土地的滋养跟在好莱坞的一个经验 其实今天发光发热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这是一个民族大熔炉一个全世界地球村形成的一个最后的结果 李安的表现接下来还会不会有人能够出奇 我们当然非常期待而且最好是我们所谓的台湾人也能够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么大家在抢李安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看 那在中国大陆何尝也不是呢 这个这篇报导就告诉大家 李安那是在陆媒是如何的封李安 头版照片都是他 这边看到新闻晨报头版李安 东方早报头版也是李安 画面这么样的大照片这么样大呢 当天5月25号 这个2月25号是什么重要日子 就我们刚刚才讲到的联席会 联席会也没出现在这两报的一个头版里头 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光荣 其实是华人之光 所以其实黄老师 我们说华人之光这个接受度就非常非常之大 非常非常之光 而且大家也觉得应该共同继续再把它推展下去 让更多的华人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应该都准备好了 有这样的情怀跟好这样去接受跟去推展 李安的事件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 最近我常常到大陆去跑 那我就注意到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早期我去大陆的时候 他们对国民党的描述 对民国时代的描述 是非常负面的 土豪猎身 恶霸 电视上一出现 没有好形象 那现在 奇怪 媒体或者一般 学者 出现所谓的民国热 民国热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像李安这样的成就 然后他的成长 是在中华民国的台湾 然后他们在想早期的时候 在大陆时期那个民国时代 有很多人物 现在大陆上你看不到这种人物 不管是艺术界或者是 艺术界还容易哦 学术界特别难 特别难 所以所谓的民国热 然后民国热就逼得他 不得不去面对 中华民国存在这个事实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陆他们办了一个期刊 杂志在香港叫中国评论 以前凡是出现中华民国 都叫做瓜府 中东路叫做瓜府 马总统叫做瓜府 奇怪 现在我看瓜府不见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要面对这个 中华民国存在这个事实 还有一个事 在以前这个电视上 中华民国国是不准出现的 没错 国民的党会是不准出现的 没错 那习惯了很 现在经常出现 就是自然而然 特别大 我再举个例子 我去年我到重庆 他们邀请我去演讲 十一中学去演讲 然后演讲完了以后 去看一个地方叫房山 什么地方呢 以前这个蒋委员长在指挥抗战那个地方 那么他们在大陆解放以后 所谓解放以后 那个地方变成干部的两所 现在干什么呢 现在开始重修 变成抗战胜利的纪念馆 变成纪念馆 我就跟他讲一个事 我说你要有本事的话 那个重庆市中心 那个抗战胜利纪念馆 一个回复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全中国抗战胜利纪念馆 只有一个 就在重庆市中心 只有一个 没有第二个 很奇怪哦 因为抗战胜利没有多久 国民政府就垮掉了 对 来不及见 然后等到中共 他所谓见证之后 这抗战胜利纪念馆 改成解放纪念馆 我在跟他讲 你们那个解放纪念馆 每个城市都有 多一个少一个不在乎嘛 何必搞这个干嘛 你要有诚意的话 应该把那个 再改为 抗战胜利纪念馆 原本的历史的事件 因为那是历史啊 抗战不是哪一个人的抗战 搞清楚一点 为什么要把它改成 解放纪念馆呢 你解放 每个城市都在解放 你抗战胜利就追一个 所以黄老师告诉我们 很多在大陆 其实也出现很多很多 他现在是慢慢在面对这个历史 面对历史有所改变 其实这就是一个好的发展 当然面对历史 其实看到就是真相 事实究竟是什么 大家也不用再 遮着眼睛 自己各自的胡说一通 因为现在历史 全部都摊盖在大家的眼前了 不管我们以前怎么读 大陆的历史 现在大陆怎么读 台湾历史都一样 那么现在看到的 李安的一个风潮 陆美也这么样的一个热情 其实在李安 在台湾拍片之外过程当中 最近这两天 成为大家笑柄的 就是台中有几位 民进党的市议员 当初反对那五千万元的一个补助 还说那一个水池 老虎什么四花四鸟店上 完全没看到 台中市政府在干嘛 那么现在得奖之后 现在每个都出来拍拍手 找就没有错 我们都是支持的 我们都是支持的 所以欧老师 我们说这个国族认同 我们就说在这 五千万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市政府来讲 真的是很大笔的一个数字 一个预算 那么民进党的议员们 要来监督也是 也是应该的 但是话说的太快了 不知道在里头的 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认知上的对立 所以他非得要这样讲 那话很难听 现在要收回来也很难收 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 就大家眼界都不够宽 才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先表扬 他们愿意从善如流 刚才那民调里面 其实有另外一个 我想民进党的党中央 看应该很紧张的部分 就是过去 我们看两个相关的友台 只要稍微一操作 那个票就会出来 那这次的问题里面 也用各种方式来问 看看这个票 或者这一类型的人 到底占了多少的板块 结果我们仔细看 是占2.2到3.5 也就是说2.2到3.5 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很努力的去动员 也就只有3.5 这意味着什么 某种程度上 他们如果再用这种方式 去选举的话 就会崩盘了 那这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大安西以南 或者左水西以南 许多绿营的从政人士 非常习惯的运用这种 简单的动员法 或者是检官的扣帽子的方法 或者一中的扣帽法 这种小红帽扣帽法 已经完全用不动了 那用不动以后 很多人就不知道该怎么选举了 在绿营里面 这是造成他们 某种神经上的失调了 那这也必须说 他们要重新的去定位 这个重新定位 其实在绿营里面 他们早就有反应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谢强廷 他们赶快率领很多人去 或者开始有一些 其他的县市首长 他用卖水果为名 来先做登录 那什么叫卖水果为名 就是说这是有利可图的 好那就和刚才您所问的问题 一样了 游泳池嘛 那有人来参观嘛 那现在得奖了 这有利可图了 所以我们不要再扣帽子 有行销价值出来了 没有错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说 在有权力 有能力来影响舆论的所有 不管是政治人物好 或是什么样的人物都好 其实很多的问题 不应该就用二分法 我们在台湾这方面 撕裂这么多 十几二十年来了 到现在即将面临是一个 核四的一个公投 如果只是一个二分法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 要怎么样来做选择 去动员你自己的能量 其实对台湾是另外一种 伤害跟撕裂 那么在国足认同上 不也是这样 接下来进行的一个 核四的一个公投 在阶段来时间 能不能够有一个 很好完整的透明的论述 让大家做最好的选择 其实我相信恶和政党 这都是你们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 广告我们就来看看 连胜文要接班了吗